你绝对没见过这么舒服的荒野求生 嫩煮野生换熊肉 甜掉牙的拔丝相果 香喷喷的烤鱼肉外加水煮龙舌兰 还吃上了野生的火鸡肉 说实话 与其说他们是野外求生 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来野吹的 这是一档两人组成的求生节目 这次的挑战地点是墨西哥的青铜峡谷 这里的地势险恶 但资源丰富 想要在这里生存也并非难事 但是乔许和马克只带了简单的求生工具 没有水也没有食物 甚至连路营的设备都没有 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地方 至于能不能吃香喝辣的 还得看猎人的技术 到达目的地下车后 想想要在这鬼地方待上七天 除此这样 两人愉快地开始了冒险之旅 暂时走到下午 两人还没发现水源的踪迹 当下已消耗了不少的体力 要想下去 还得穿越茂密的森林 以及陡峭的悬崖才能到达河边 眼瞅着太阳公公要打卡下班了 看情况 今晚试下不去了 而这时 厨子发现了山腰间有一滩水洼 两人走近一看 水中有很多小虫在游泳 但看上去也不算很脏 再生一堆火临时的庇护所就搞定了 看着天色上早 两人决定搞点食物填肚子 地上发现了山路的脚印 还有一只松鼠在岩石上乱蹦 可惜猎人没有猎过松鼠 并没有太多信心 马特虽然没有打猎的经验 但它是食材采集专家 这种龙舌兰富含碳水化合物 内部的芯是可以吃的 看情况要大一点才能够两人的量 而这一株就刚刚好 白色的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 但是一定要煮熟 才能将里面的化学物质给分解掉 要不然会导致中毒 巧许迫不及待尝了一口 除了苦涩还是苦涩 没过多久 猎人就开始出现了不适 该不会是中毒了吧 看来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夜里温度骤降 虽说生了一堆火 厨子的脸部也被冻僵了 一个激动的夜晚总算熬了过去 山脚下是主列区 资源相对比较丰富 而乔许脑袋晕晨的 实在没法继续前进 出发完松针茶 乔许的状态恢复了一些 他带上弓箭要去打点野味 目标就是这里的松鼠 能不能如愿还不知道 而像果是不能食用的 必须要煮熟把里面的丹宁酸分解掉 才能安全食用 而厨子刚好携带了 三种基本的调味料 盐巴 糖和醋 马特决定做一道拔丝相果 晚上吃一点 明天还能带着路上吃 真是一举两得 乔许迫不及待就尝了一口 味道果真不错 两人久违的笑容再次挂在了脸上 这一次厨子总算没有翻车 深夜里 他们只能利用甘草堆当棉被 才能安稳地睡一个好觉 一大早 厨子就把猎人喊起来 再利用昨天剩下的相果 做了一顿黑咖啡 味道确实还不赖 吃饱喝足 收拾好行囊 俩人就出了发 花了半天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山谷 在这里他们有更多的选择 猎人自带的钓鱼线就派上了用场 他开始制作钓鱼杆 希望能钓一些鱼补充营养 随后在石头缝中补到一只蝎子 这可是不错的诱饵 但是钓了一会发现不行 钓鱼杆太软有些不给力 某种情况下 猎人只能拿出第二套方案 厨子马特也有他的想法 毕竟打猎不是他的长处 所以他要去周边逛一逛 看看有没有可用的食材 没走多久 厨子就有了发现 这是一株墨西哥辣椒 是不可多得的调料 而猎人这边抛了无数次鱼线后 终于有了收获 虽然不是很大 但补充个几百卡路里不是问题 有了第一条鱼 第二条 第三条自然而然就有了 正着厨子再处理食材 乔西又去河边检查鱼线 没曾想还有意外收获 厨子把鱼肉切开放上火堆烤熟 作为鼎鼎大名的米其林厨师 烹饪几条小鱼仔 那都是小事 厨子带在林上特制的酱汁 一道鲜美的烤鱼大餐 就大功告成了 猎人品尝了一下 味道果真不错 这也是他们目前吃的最好的一顿 很快他们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开始享受这里的生活 因为有了稳想在这里过上九足饭饱的生活 还得继续努力寻找更多的肉食 再狩猎这一块猎人乔徐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这种简单的套索陷阱 他信手就念来 找到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妥当放置 这样捕获到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开局已有五天 今天开始下起了阵雨 躺在地上的两人有点不想动 刚好可以省一顿午饭 带到乌云散去 是时候 这是一只浣熊 个头还不小 猎人也是第一次捕到这种动物 吃肉肉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拿回营地 他还得意地调戏了一下厨子 这是新西兰毛利人的风俗 要感恩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厨子马特决定小火慢炖 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撒在生活慢慢开始好转 是时候去享受一番了 等厨子泡完澡回来 得知肉被烧焦后 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就算是米其林大厨 面对烧焦的食物 也是无力回天 不过把烧焦的部分切除 里面的肉还是可以吃一点 看到马特有点闷闷不乐 乔许决定再出去寻找猎物 没多久他就发现了目标 慢慢凑了上去 拉满弓箭直接射了出去 一箭就命中了目标 这是一只肥美的火鸡 吃上大餐还是迟早的事 有了前车之鉴 这一次厨子换了一种烹饪方式 先挖一个大土坑 把烧热的石头放入进去 然后第二天一大早 等不及的两人小心地 把火鸡肉给提了出来 从颜色上来判断 煮得刚刚好 看着都非常有食欲 临走之前还能品尝到如此美味 乔许和马特也不枉此行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认准求索老字号 专注求生100年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说